中共建党90周年的今天,回顾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前,要求民主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开放党禁等种种的言论和承诺。 对比中共建政之后持续至今的暴政,海内外学者和网民指出,历史将中共的欺骗和邪恶真面目暴露无遗。 7月1号,新华社发表文章说,在当今中国,如果照搬西方的多党竞争议会民主制度,仍然会重蹈辛亥革命后政党林立和文化大革命派别丛生的混乱动荡史。 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执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而1944年6月12号,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同年又说,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中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刘少奇选集上卷收录了他在1940年的文章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 1944年3月12号,周恩来在延安演讲中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国出了本民主的先声,就是把过去革命时期共产党一些色论,号召民主自由,反对一段乱者,反对独裁,那些色论都编辑起来。 如果你看那个内容,你解决不会想那个共产党讲的话。 如果那些话摆在中国讲,可能就把你抓起来。 那个的确是过去共产党讲的。 历史的先生,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由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孝鼠主编出版,这本书已被当局查尽,孝鼠今年3月遭打压,变向下岗。 1941年6月2号,原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说,统治思想,钳制言论,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渔民政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 《新华日报》还说,渔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1943年9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 政府所发的那些空投民主支票,究竟兑兑现了百分之几。 1939年2月25号,《新华日报》说,要彻底的充分的有效的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 大部分人对共产党现在已经失去信任,共产党讲空话假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也被骗够了。 所以有很多人不那么容易上当,或者不愿意上当。 1946年,《新华日报》发表《一党独裁遍地施灾》的社论。 1941年10月28号,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指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 毛泽东1946年说,只有法西斯才会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诉求,只有法西斯才会扼杀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 同时,1946年11月17号,《新华日报》说,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高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我们绝不空谈保障人权。 国内网民纷纷议论说,真是难以相信啊,居然比流氓更流氓,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一帮匪徒,自己打自己的脸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就是共产党的党性。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王明宇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王明宇维合报道